他是不是來了 誒他真的來了 OMG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回來方舟生存驚化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呢我們要來 介紹繼續介紹一下這個 方舟這個256的改版的一些新資訊 那因為由於改版資訊 改版的那個功能 不是功能 改版的東西有點多 所以說可能會分 三集吧 現在今天這個是第二集 那老頭呢 今天第二集要介紹的東西就是 另外兩隻新的生物再加上 兩棲類 兩棲類的 交配吧 應該是叫兩棲類交配 但是呢老頭不可能全部都拿來交配 因為 太耗時間了 所以說呢 老頭大概只會抓類似一兩隻 或是兩三隻 來進行這個 海底交配的動作 這就是一些新功能 那麼呢下一集的話沒有意外的話就是 會介紹所有泰克的建築跟裝備 這一集呢我們要介紹這兩隻生物 第一隻當然是 眾所皆知的嘛 就是荔枝魚嘛 就是 就是有點 就是那個吃這個荔枝的那個荔枝 不是啦 不是荔枝的荔枝魚啦 就是那隻很大隻的那隻金魚 它的用處其實非常簡單 我現在口渴喝一下 它的用處呢非常的簡單啦 它的功能就是呢 它的功能就是呢 可以從它身上獲得優質生肉 不過它好像是無法馴服的 它就只能從身上獲得優質生肉這樣子 然後它比較常出現是在沿海這一帶 跟魚鳥是差不多的一個類型 全部的 他們的 他們的環境全部幾乎都是在海邊 然後你看這次改版了 你會到海邊你絕對會聽到海鷗的聲音 你會覺得非常的酷 感覺好像真的來到了度假小鎮一樣 有沒有應該各位都有聽到 都有聽到 按錯了抱歉 應該各位都有聽到那個聲音吧 我剛剛是不是打到鳥 我真的打到鳥了 我剛剛隨便亂尻尾 已經尻尾到它 它生氣了 它來了它來了 既然既然 既然你 既然你都來了 那我就不好意思收下你了 是不是 剛好今天你就是 我需要介紹的一個生物啊 可是我不知道要吃什麼 這家我吃果實嗎 也不是 吃生肉嗎 搞不好是魚肉也說不定喔 我們要下海補一下魚了 炸不炸得到 我看我那隻魚超大隻有沒有 這邊有一隻魚 快點給我魚 給我魚 給我魚 移動太快 喔有了 生魚肉10片 在這裡在這裡 這今天是咱們的魚鳥啊 還是鳥魚忘記了 反正呢它的功能呢 它真的吃這個耶 那功能就是可以幫我們 抓取海中的魚上來 而且當你馴服它之後呢 哇為什麼它會攻擊 哇靠 它直接去咬耶 等一下 它把蜘蛾鳥取 唉 唉 RES 回來啊!不要說不聽話! 欸!他起擋了!他起笑了! 他這個起笑了! 你被搶劫了! 哪個黃霸蛋搶我東西! 欸!他自己為了自己的補血! 欸!我剛剛什麼東西被搶了! 我胡蘿蔔被搶了! 欸!黃霸蛋回來!回來! 怎麼這時候居然有人! 啊! 還我胡蘿蔔! 還我胡蘿蔔! 欸!還我胡蘿蔔! 欸!他屍體了! 欸!是在這裡嗎!被炸到這邊來了! 這小壞蛋把我胡蘿蔔偷走! 啊!我的鳥頭去哪裡啦! 你這傢伙我是吃不夠喔! 欸!他真的! 過來過來過來! 不要再叼了!不要再叼了! 我知道你很強! 我幫他設定成主動攻擊! 他好像一開始馴服都是主動攻擊的! 所以說他們會很兇狠! 會很兇悍啦! 你看他會直接站在我的背上有沒有! 哇~~~ 然後呢我試試看要怎麼去發動攻擊喔! 呃...對... 太大隻了!我們只能叼小隻的! 看一下好了! 前面那隻倒彈龍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咬他! 我已經吹了! 戰爭的口哨! 好! 為什麼你不理我呢! 欸! 這個是我的那個啊! 欸!我不是要這樣看!走開! 切回來!欸! 啊!我要怎麼!我要怎麼! 叫我的鳥過去攻擊! 好像都不行欸! Q嗎? Q是拿東西啊! 攻擊啊! 啊!這個笨蛋! 喔! 活該啦! 敢攻擊你的主人! 下場就是這樣! 對不對! 你看被叼起來了! 雖然咬的有點慢就是了! 不過他等一下應該還我胡蘿蔔吧! 胡蘿蔔掉在地上了! 要把胡蘿蔔被他偷走了! 欸!這邊有一隻! 必須死! 走開! 必須死!必須死! 我來幫忙射死他好了! 欸!阿歪你要死了! 啊!沒關係!再抓一隻就有了啊! 算了!隨便啦! 我們再抓一隻! 好!這附近還有你看!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是不是! 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啊! 不去! 唉呀! 這個抓不到! 欸!有欸! 還蠻!還蠻! 還蠻!還蠻!隨便打隨便種的啊! 我們要再抓一些魚肉了! 好麻煩喔! 我們要再抓一些魚肉! 這邊有個魚龍! 有個魚龍! 這隻是什麼生物啊 那是我剛打的那隻鳥死掉了 我可以從牠身上拿不到魚肉 哇我被電了 這邊怎麼還會有 哇 哇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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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裝全壞了 我的天啊 不是這樣吧 大哥們 算了 我覺得我先回去一下好了 好啦我們先來修一下裝備 裝備壞了就不行啦 全部都要丟到複製器裡面修 OK 還好可以修也太好了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直接去找荔枝魚了 這就不用等了 我們直接去找荔枝魚就好了 荔枝魚的話位於深海嘛 那牠們據說好像 好像會攻擊 那這個魚鳥就不好意思啦 先讓你這邊好好的休息 辛苦你了 你工作已經結束了 牠就是會把魚抓 把一些小型生物抓起來 叼著咬的那種 那好像是會幫自己補血吧 好像不會幫別人補血 好像只會幫自己補血 會自己把食物當補血來用的一個新生物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來找一下荔枝魚 我們看一下荔枝魚 剛剛我們看到很多個荔枝魚嘛 而且據說荔枝魚呢 好像不會主動攻擊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錯覺 不是錯覺 是不是我的誤認還是怎樣 這應該是荔枝魚 我看一下牠會不會主動攻擊 我們靠近牠 你看牠荔枝魚的頭這麼大一顆 有沒有 有沒有 還蠻恐怖的有沒有 すごい 碰牠一下會不會怎樣 牠不想擬我耶 然後可以從牠身上獲得 50個優質生肉 然後呢 牠會叫了一聲 感覺好像被啪了皮式的 然後呢 可不可以暈牠呢 我們來試試看可不可以暈牠 答案是不行的 牠生氣了 I'm sorry I'm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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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NO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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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牠開始頂天立地 牠頂我 牠頂我 我在頂你一個星餒 頂你 那這樣子的話呢 真的只取 優質生肉而已 牠是沒有辦法馴服的 你看我們獲得了魚肉 優質魚肉 吃了這個可能就是 什麼帶有害人類健康 這塊可以易腐爛 許多野生生物很喜歡吃這種肉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做另外一個實驗好了 這個荔枝魚呢 牠呢 好像據說對船 有一種 應該是說牠對船有一種莫名的 莫名的那個攻擊性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試試看好了 我們那個荔枝魚是不是在那個地方 我們把船開出去 看一下荔枝魚會不會衝上來攻擊 因為那時候我看到那個宣傳影片 荔枝魚攻擊感覺蠻屌的 欸嘿嘿 牠在那邊 牠是不是來了 欸牠真的來了 OMG 靠腰 欸 為什麼荔枝魚對船特別的敏感啊 啊 不要啊 OMG 嗨 一個人嗎 喔 船會爆掉 不是我要講 我們把船開回去好了 牠真的生氣了 奇怪了 人就沒事對船非常有意見 是怎樣 那這樣子以後在海上航行就有點危險了 如果你們是玩多人的話 遇到這種情況 這個船絕對被拆掉 還好不是對我造成傷害 是對船 我們還是停在這裡好了 讓這艘船自生自滅好了 哇 倒頭齋 可見牠非常的憤怒 哪哪有多補你幾件啊 囂張 欸 把牠打死好了 氣死我了 欸 有有兩隻喔 死捏 死 喂 I believe I can fight 我還幫牠配音有沒有 你看我多忍恥啊 這就是咱們這兩隻生物 好不好 OK 這兩隻生物都介紹完畢了 荔枝魚跟這個魚鳥 鳥魚還是魚鳥 我忘記了 他們分布地區呢 其實都在沿海附近很好找 所以說其實我應該也不用附地圖了吧 你們只要往海的方向前進 八九不離死絕對遇得到 絕對比快樂馬好遇太多了 好不好 兩千年後 好啦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就定位要讓魚鳥生了 那我們現在呢 用我們的海王 那個龍王金呢 把這個兩隻魚鳥卡死死了 希望 不要 不要 不要卡好拜託 希望不要跑掉啊拜託 我們兩個都開巡邏模式 走開啦這個頭 牠真的很喜歡給你 嘖 不要一直做切換 真的是有點多餘阿 那個巡邏模式都開啟了 兩隻都開了 我們看一下交配進度有沒有出現 解除跟隨然後交配吧 有有有有有嗎有嗎 有有有有有 我們就在這邊稍等一下 後面的龍王金幫我們卡住牠了 然後呢現在他們在暗礁這個地方呢 基本上已經是卡死的狀態了 那我們就稍微把這個進度稍微 稍微等待一下 大概等到等個兩分鐘左右 OK各位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差不多了 好了準備要生了 生 生生生生生生 還要等到認成進度 這隻是胎生的 這隻是胎生的 我們稍等一下 這魚龍是胎生的 好像真的胎生了吧 我一直以為這個魚是軟生的 好抱歉 讀書的少 不要騙我 快要快要了快要了 好我們看一下魚龍寶寶到底長什麼樣子啊 好可愛 應該是很小隻 然後眼睛又大大的 然後鼻子又小尖尖的 應該是蠻可愛的啊 生了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不要跑 去哪裡了 魚龍寶寶你去哪裡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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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哇 居然在這裡 快點 牠會死掉 牠會死掉 吃點魚肉先啊大哥 有沒有看到 哇 小魚龍這個眼睛 魚龍小寶寶欸 然後呢 因為我有調牠的那個 生長度啊 你看牠現在越長越快了 哈哈哈哈 哇 這就是咱們的魚龍小寶寶啊 可是長太快了吧 一秒大一寸這樣子 這是我有做調整的啦 所以牠就長這麼快沒有辦法 給你們看一下 這是魚龍小寶寶的樣子 剛開始真的是非常的小隻啊 現在越來越大隻了 眼睛 眼睛本來是很大K 現在又一小K了 跟牠們媽媽一樣 OK 廢話不囉嗦 這個牠們已經OK了 我禁止巡邏齁 我讓牠們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巨尺殺 好 各位觀眾 我們快要成功了 成功快要成功了 快點快點快 交配交配 有了一樣是認程度的問題 那基本上呢 認程度的話 就交給牠們自己 就是慢慢去try了 欸你要去哪裡啊 回來 回來 他等一下就會生出來了 等一下他一生出來的 那一瞬間我應該會讓時間暫停 先不要讓牠那麼快長大 那個長大的設定我稍微有調整一下了 所以說我們稍微要預備一下動作 不要讓牠長那麼 不要那麼快長大 好 等牠一出來那一瞬間呢 我就要先暫停 好 開個暫停先 好 然後把 把巨尺殺給移走 你看生出來了有沒有 哇 這麼小一隻 有沒有看見 小鯊魚欸 我們先領養齁 好 趕快丟食物給牠 不然等一下真的餓死 欸我暫停好像沒屁用欸 暫停牠好像還是會繼續 繼續扣血跟長大是不是 欸有欸 所以沒有屁用 欸眼睛好可愛 你看牠眼睛 可以看牠眼睛 哇 最好是鯊魚的眼睛這麼可愛啦 想太多 你看這個 這是一般鯊魚的 然後這個是小隻的鯊魚 小鯊魚的眼睛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可以告訴我嗎 喔 對不對 你想幹什麼東西 先把你禁止巡邏 我 那三角龍來這邊幹嘛啊 三角龍來這邊亂的喔 走開啊 不是像欸 走掉了走掉了 天啊 要不是我現在在蠻棒的 就把你打死了 還在那邊給你囂張 感覺很像 穩定的 走開啊 欸 出現了喔 小蒼龍 小蒼龍 哇 太小隻了吧 你看 OMG 齁齁齁 超可愛 哇可牠的成長速度好慢喔 昌人長速度好慢喔 這個倍率是有點慢的啊 我們要把巡弄模式關閉 不然我們會亂跑 你看這小蒼龍跟這媽媽的體型 跟這媽媽的體型 差將近有十倍左右吧 你把他跟著我 哇你看這是咱們的小蒼龍啊 有模有 好可愛有沒有 這麼小一隻 嬰兒蒼龍寶寶 你看這麼小一隻 他的寶寶就已經跟我 身材差不多大而且比我還大一點 大概大三個 三個身高的長度吧 這麼誇張 然後這他鼻子上面怎麼會有 一個像石頭的東西啊 這我有錯覺嗎還是每一隻蒼龍都有這個東西 每一隻蒼龍的鼻子 都有一個凸點是吧 看一下 每一隻蒼龍的鼻子 欸不讓我看欸 讓我看看吧 欸沒有欸 阿怎麼只有這隻有個 鼻子上有個凸點是怎麼回事 欸過來啊 寶貝兒 欸對啊就這隻有欸 喔那是因為他流血啊 我們好像沒有塞食物給他欸 然後他會餓死這樣子 喔沒有我們塞魚肉給他了 OK 補血中 太好了 來過來過來 OK 那麼我覺得呢今天這個呢 海中這個交配呢 就已經這樣子結束了 海中配種 那還有可能還會有更多種 更多種配種吧 你看那三角龍在那邊囂張 可能會有八爪章魚啊 還是說蛇頸龍之類的 這個你們可以一一的去發掘 那老頭只弄三種就好了 好不好 因為時間有限 那麼呢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喜歡我的喜歡我的影片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再見啦